師傅, 什麼事這麼飽? 為什麼我們一開始就說這種話? 平時渣男小三有樣子, 看就知道 號碼也看到嗎? 有些獨特的號碼 等於是典型的小三 或者會容易吸引渣男或小三 這個瓷場就叫五鬼 九七、八一、六三、四二 反過來也是一樣 身邊這麼多號碼, 我要看什麼號碼? 最容易看或者最貼身 就是我的電話號碼 我們監獄有四個電話號碼 給師傅看看 這裡就是四位嘉賓的真實電話號碼 因為私隱的問題 所以我們遮蓋了部分號碼 你可否憑這些數字 就猜到誰容易招惹渣男, 小心 我看到第一組號碼, 三七七九 七九這個瓷場屬於五鬼的瓷場 第三組號碼, 六五三五 在我們中間的電話號碼 有個五字, 我們不計算他們的瓷場 所以六跳到三那裡 六三也是五鬼的瓷場 第四組號碼 中間有七九這個號碼 也是五鬼的瓷場 五鬼的瓷場代表花心、多變 或者會容易吸引小三和渣男 或者他自己就是 師傅, 你說到這樣 我們沒理由不邀請嘉賓出來回客 讓我猜猜一下 杜如鋒?不像 Nicol就有點感覺 難道她是渣女? 利詠而次, 受害者比較多 我知道了, 一定是Arthur 剛才師傅看過四個號碼 誰拚了就舉手 拚了? 拚了五鬼 對 拚了 你們有這種經歷嗎 渣男也有遇過 一定是不知道的情況下 跟他在一起 發現原來自己不小心 做了小五、六、七、八、九、十 到十幾嗎? 你也發現不到嗎 我發現不到, 這個不會深究 是時間管理大師 我以為他真的可能很忙 而且我想有很多謊言 很謊言 對 五鬼的磁場都是一樣 很多謊言, 或很多隱瞞 而且最起雞皮的 他的電話號碼最後是36 對, 這樣應該是 漁豐呢 漁豐也有遇過 不少渣男 不少 越來越大頂 少1、2、3、4、5、6、7 真的嗎? 對 他還要是1、2、3、4、5、6、7 我是其中一個, 他偷吃 他對我做出來的事 就是我坐正的 但是你又不知道他對外面… 坐正了多少個… 對, 坐正了多少個 他怎麼發現 因為有一天我的電話壞了 我需要工作 他就借他的電話給你 因為五鬼的磁場很聰明 事駕駛大師 假滑吧 假滑 對, 會說話, 哄到你 如果來也不會對他有好感 而且五鬼的磁場 本身也是很標青 會打扮, 當他很出盡 很準確… 其實有五鬼的數字就會遇到 但對方是否一定要有五鬼才是渣男 不是, 如果你有五鬼的磁場 就算他沒有五鬼的數字 你也會培養他成為五鬼的磁場 很害怕 五鬼… 不是, 我的磁場很好 但因為我的電話好賣 對, 所以選擇磁場很重要 師傅, 還有哪些磁場 比較容易吸引渣男小三 除了五鬼的磁場 大陸舞方面就是墨綠色 如果淺綠色的話就是綠燒 綠燒會吸引很多異性元 綠燒的號碼是1692、38和74 這些號碼 我怎麼說? 對, 白頭已經是九二 九二, 對 九二頭九二味 即使用眼睛也行 對, 這樣吸引一些異性 但我有五鬼, 又有六殺 我也是… 如果你有六殺, 最初就有好感 持久下去就會變成渣男 或者有小三出現